不只马来西亚的榴莲商 本地一些榴莲商家也看准了中国的商机 位于惹来误杀的这间榴莲专卖店主打猫山王甜品 除了比较常见的榴莲冰淇淋和蛋糕之外 他们也售卖榴莲糯米饭和烤榴莲 这间店在四个月前开业 老板说他们下个月也会在中国广州开第二间转买店 味道不够浓不够香 然后我们就带我们的产品过去 蛋糕冰淇淋跟榴莲有关系的 我们拿过去给他们品尝 每一个人都很认可很喜欢 所以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打作和食材 谢炳耀透露他们在广州的店面规模会比本地的店大五倍 如果反应不错 他们计划把品牌扩展到中国其他城市 黄永贤说他们决定在本地开第一间店是有原因的 在新加坡每个人都很认可新加坡的榴莲 因为新加坡人每个都会吃榴莲 所以来新加坡的榴莲都是已经选好的榴莲 所以这个品牌出国的时候 比如说中国也好印尼也好 每个人听到这个是新加坡的品牌 新加坡国家的品牌 他们比较认可